早前有媒体报道 马六甲首长拿多斯里·苏莱曼 将在今天的州议会上 面对不信任动议 引起各界揣测 甲州政权会不会再生变 不过甲州巫统主席 拿多斯里·阿都拉布 今天驳斥了谣言 强调国阵21名州议员 都将继续效忠苏莱曼的领导 阿都拉布今天在议会上 回答行动党爱及了 州议员郭子义的提问时强调 甲州国阵内部并没有出现问题 一切都是有人 极度国阵在上届州获胜 因此背地里搞小动作和造谣 试图离间他们的关系 阿都拉布还说 国阵州议员从来不曾拒绝 苏莱曼的领导 实名被委任的州行政议员 也会继续协助首长发展甲州 写榄方案 读参加